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这一节我们看的一道算法提示 如何定位两个单项链表 如果它们有重合部分的话 如何查找到第一个相交节点 大家看在这里面我们有两条链表 第一个是上面这一个链表 0,1,2,4,3,4,一直到这里面到5 然后一直往下走到9 那么第二个链表呢 它开始在这里面 大家看这个鼠标在这里 然后0,1,2,然后走到5 那么到6,7,8,9 大家看这两个链表呢 其中有这一段 5,6,7,8,9这一段是重合的 那么如果说两个链表 单项链表有这种情况的话 题目要求我们能够找到 它第一个相交的节点 也就是这个节点5 并且找到这个算法的 这个算法呢 它的这个空间复杂度必须是O1的 O1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分配多余的空间去实现你的算法 OK 大家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可以自己先想一想 面对这种一个相互有交集的这样的一个两个链表 那么我们应该去怎么去查找它第一个相交节点 这道题不是一道 不是一道容易能够想出来的题目 OK 那么大家如果想过的话 我们可以继续往下走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最简 最笨的办法 那么有了最笨的办法之后 我们再从最笨的办法开始去查找 或者是优化到一个更好的办法上去 首先呢 有两个链表的话 我们如何知道它们是重叠的呢 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两个链表就如同是一个平行线 它们两个 两条链表不相交 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说 去花时间去找什么这个第一个相交节点了 那么首先我们要判断两个链表是否是这个重叠的 那么怎么判断呢 其实也很简单 那么大家可能也想到了 第一个呢 我们首先从第一个链表的这个起始节点开始 一直走到最后一个节点 是9 同理我们从第二个链表的起始节点开始 一直变利 然后走到最后一个节点 如果它们两个链表有重叠部分的话 那么肯定最后一个尾节点是一样的 这是肯定的 所以说当我们分别从头变利两个单向链表 直到它们各自的最后节点 然后看每一个链表的尾节点 最后一个节点是不是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 这两个链表就肯定有重合部分 那么大家看 那么从这个 在我们这个图示例子里面呢 大家看第一个链表 它的尾节点是9 第二个链表呢 从下面起来 它的尾节点也是9 肯 这显然就是说 这两个链表肯定是有重合部分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得想一想 它这个我们怎么样找到它第一个重合的焦点了 就是这个节点5了 大家看 第一个重合的重合部分呢 这个节点4到节点5 那么然后第二个链表是由节点2 进入到节点5 所以第一个重合的这个节点是节 是节点5 是5 所以我们要找到它 那么怎么找到它呢 我们先想一个最笨的办法 最笨的办法呢 是从这个 分别有两个指针 指向这个 第一个链表 然后指向第二个指针 指向第二个链表 然后第一个 第一个指针呢 每次 我们假设第一个这个链表的指针呢 每走一次 我们就把这个第二个链表去变利 全部变利一遍 那么每变利一个节点的时候 看一看 第二个链表 变利中的每一个节点 是不是跟第一个链表 当前所在的节点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 那么他们就可以找到 最开始的这个 第一个重合节点了 比如说 当前的这个指针 第一个指针在这个节点0 然后第二个指针在这个 对立2的节点0 那么然后我们从对立2开始变利一遍 从0走到1走到2一直走到9 然后看这么多个步骤中 是否有哪一个节点 跟当前节点1的这个指针 指向的节点是一样的 如果没有一样的话 那么节点1的这个指针 再往后走一步 然后这时候节点1的指针 指向这个直为1的节点 然后再把第二个指针 反到这个第二个对列表的表头 然后再变利一遍 看一下在每一个变利的过程之中 是否有哪一个这个节点 跟当前这个指向对列1节点的 这个直为1的节点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 我们就找到了 不一样的话 那么再把节点 第一个节点 也就是指向节点1的 这个直为1的节点往后走 走到这个直为2的节点 然后再把这个对立2 重新变利一遍 看一看在变利的时候 每变利一个节点的时候 看看所变利的节点 是否跟当前这个处于对列1中这个指针 直向的节点一样 那么反复这么做 直到找到他们这个 直到这个对立2在变利的时候 所变利的每一个节点中 跟节点1中的这个具体节点 相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 从合的节点了 OK 那么这么做的话 我们刚才所说的做法的话 它没有分配多余的空间 那么它的这个时间复杂度呢 其实是比较大 就是我们每去 这时候这个指针1呢 也就是说在第一个对列中的这个指针呢 每移动一个节点的时候 我们总需要把第二个对列全部变利一次 然后在变列的过程中去做判断 这样的话 假定两个这个对列的长度都是n的话 那么前面 那么总共这么做的这个时间复杂度呢 是on的平方 对吧 因为你第一个对列有n个节点 那么指针每每走一个节点的时候 我们都得把第二个对列全部变利一次 这样的话 我们才可以做有效的判断 那么第一个对列有n个节点 这就意味着我们第二个对列要走n次 要变要重复变列n次 所以总共的时间复杂度是on的平方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到一个算法是on的平方 是一个可行的算法 那么在这个可行的算法基础之上呢 我们就得想一想 有没有更好的改进的办法 大家看一下 我们做几个定义 大家看从这个 我们假设从节点 第一个对列的节点0 一直到这个第一个这个重合的节点这里 所经历过的节点 我们用这个t1来表示 我们用t1来表示 也就是说01234 这几个节点呢 它的数量呢 我们用t1来表示 那么 那么这个56789 也就是说 两个对列的重合部分的节点数呢 我们用t2来表示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重合部分 大家看56789 这个重合部分的节点数 我们用t2来表示 那么这个对列2的 其实这一部分呢 像012这一部分呢 直到这个进入到共同节点之前 首个首次相交的节点之前的 对列2的这个对列的节点数呢 我们用t3来表示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t3找到的话 那么整个的这个t3找到的话 比如说我们知道 从这个对列2开始 经过几个节点 能进入到首次相交节点的话 那么我们要找到这个首次相交节点 就比较容易了 那么这样我们有三个变量 t1指向的是这个对列1 进入到首次相交节点之前的节点个数 t2是整个这个重合对列部分的节点数 就是这个56789 在这个例子里面 t3呢是对列2 进入到这个首次相交节点之前 所经历的这个节点数 那么只要找到其中的任何一个数值 t2 t3 我们只要解除其中任何一个数值 我们都可以很容易的找到这个首次相交节点 好我们看一下怎么去找到这个数值 OK对吧 那么大家看一下 根据我们刚才所描述呢 那么对列1的长度呢 就是t1加t2 对列2的长度呢 就是t2加t3 对吧 大家看 那么这里面是这一部分就是t2嘛 56789 这一部分是t2 那么上面这一部分是t1 所以t1加t2呢 就等于对列1的长度 这一部分呢是t3 所以t3加t2呢 就等于第二个对列的长度 这就是我们文档这里面给定的值 那么我们想想怎么把这个t3的值算出来呢 那么如果我们算出这个t3的值之后呢 我们经过这个t3 大家不好意思啊 这里写错了 应该是t3步 这里面大家看 我们这里面t3的值呢 这里是1 2 3 这就意味着我们从这个对列2的头节点开始走3步 走第一步走到1 走第二步走到2 走第三步走到5 所以应该是走t3步 我这个减1 这个减1可能写错了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从对列2的头节点出发 那么经过t3步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这个 经过这个t3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这个得到这个t3的值 那么现在呢 我们在这里面t1加t2的值 我们是可以知道的 因为它是对列1的节点数 得到对列1的节点数 我们只要把它变力一次就行了 那么t3加t2的值我们也是知道的 也就是这个对列2的长度 我们只要把对列2变力一次 那么总够变力一次 然后每次进行技术 就可以得到对列2的长度了 但问题是这里面呢 t3怎么算呢 是个问题啊 因为我们这里面有三个变量 但只有两个表达式 那么这次求不出来 这样的这个方程组呢 是解不了的 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再一次得到 t1 t2 t3这几个变量的第三个方程 我们才有可能去把其中 这三个t1 t2 t3这几个变量给解出来 我们怎么构造第三个方程呢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小技巧 对于第三个计算呢 我们做个小技巧 就是把这个对列p2 把对列2进行反转 大家看 那么原来对列2反转了之后 这个是变成了这个情况 大家看到没有 下面这种情况 下面这个情况 这时候呢 大家看有一个这个 这时候有一个这个 呃情况出来了 当我们这个对列1的节点4 进入到节点5之后 他走next的时候 是走入到了这个对列2的 这个节点2节点 而不是跑到后面这个节点了 因为这个指针箭头变了 这样的话 我们如果从 拿想如果我们从这个t0开始变力 走t1走 然后走这个节点 直为1的节点 走到2 直为2的节点 走到3 走到4 走到5 这时候往下走 走到2 又走到1 又走到0 这样的话 我们从这个对列1的 开始节点开始 一直变力 一直变力 变力到这个尾节点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这个对列长度 是什么呢 就是t1加t3加1 对吧 那么这个表达 这个和的值 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 因为此时反转了之后呢 我们只要按照这个0点 这个开始的斜点 一直往下变力 变力到5 变力到2 变力到1 变力到0 那么从这个对列1的 头节点开始变力 一直变力到尾节点为止 那么所得的值 就是这个t1加t3加1 大家看 加1是什么呢 加1指的是正好是这个 首次相交这个节点的技术 那么上面呢 t3是上面这一部分 对吧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t3是上面这一部分 也就是对列1进入到共同相交节点之前的节点数 t3是哪一部分呢 是下面这一部分 也就是这个对列2进入首次相交节点时的这个节点数 这样的话t1加t3加1的值就有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了三个公式 第一个公式是t1加t2的和 第二个公式是t3加t2的和 第三个公式是t3 t1加t3加1的和 这我们就得到了三个变量和三个公式 有三个变量和三个公式 我们就可以解除其中任意一个变量的值了 看一下 那么根据上面三个公式呢 我们用3减1 就得到的就是三是这个t1加t3加1减去 t1减t2得到的是t2 t3减t2 然后3减1的这个结果再加上公式2 就得到的是两倍的t3加1 OK 那么3减1加2这里面的值是有的 是我们可以算出来的 对吧 OK 那么后算出来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减掉1除以2 我们就可以得到t3的值了 对吧 我们就可以得到t3的值了 得到t3的值之后 我们就得到了从对列2的起始节点开始 经过几个节点能够进入到首次相交节点 那么有了t3的值 也就下面这个对列2进入到首次相交节点之前的这个节点数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得到首次相交节点了 OK 这里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技巧 这样的一个小技巧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算法呢 除了需要便利两个对列之外 也就是得到这个公式1和公式2的结果 那么还需要呢 对这个对列进行反转 这个对列反转呢 在前面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过这个具体算法了 那么它的算法复杂度也是ON 那么最后呢还需要反转之后再便利一次这个 再从这个对列1的起始节点再便利一次达到这个对列2的起始节点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得到了这个算法呢就有三次对列便利 然后有一个对列的反转 那么每一个无论是对列便利呢 还是这个对列反转呢 它的时间复杂度都是ON 所以合在一起 它的这个时间复杂度仍然是ON OK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算法实现 算法实现是这样的 在我们这个listinset checker里面就实现我们刚才说的算法 那么主要的算法实现在这个函数get first intercept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判断两个对列是否是相交的 那么两个对列是否是相交的很简单 就是分别便利两个对列一直达到他们的这个尾结点 达到尾结点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尾结点是不是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才表明两个对列是相交的 有重合的 那么有重合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就把这个在这个代码这里面呢 就把这个对列二进行反转 也就是得到这个反转之后就得到这个条件 大家看得到这个情况 把对列二进行反转 反转了之后呢 反转了之后呢 我们就再去这个 呃 便利从这个对列一的节点开始进行便利 得到反转之后的这个 大家看从这里面开始便利 一零一二三四五 然后走到二走到一走到零 那么这个get length呢 大概get least length呢 得到的就是从这个反转之后 从这个第一个对列的起始节点开始便利 最后得到的一直走到末尾之后所得到的节点数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得到的这个lame after reverse呢 所对应的就是这个 所对应的就是这个值 t1加t3加1这个值 那么有了这个呃 我们有了这个first list length呢 first list length呢 对应的值是t1加t2 second list length呢 得到的是t3加t2 那么有了这个这三个值都有了之后 我们按照刚才这个三个公式的推导我们就可以算出t3了 算出t3之后呢 现在由于我们把对二对列二已经导转过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从这个翻转后的这个原来的尾节点开始去便利 那么原来便利3t3个节点就能够达到首次相交接点 那么从后面开始便利的话 我们只要便利整个的是这个呃对列二的这个长度 减去t3再减去1就得到这个就得到这个呃 首次相交接点了 那么根据我们这个图例呢 现在我们t3等于3 那么对列二的长度是多少呢 012345678 对列二的长度总共有8个节点 那么用8减去3再减去1得到的就是4 也就是说从这个最后一个节点开始 往前走四个节点 一个节点 两个节点 三个节点 四个节点 往前走四个节点 正好就是这个首次相交节点 ok 大家看到吧 ok 大家看到吧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 这就是我们在后面 呃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算这个step 是要往后减一下的云 这个second list lab 就是对列二的这个长度 然后因为我们是从对列二反转了之后 他原来的尾节点变成了现在的头节点 所以这个便利的时候 从对列二开始便利的时候 我们是从尾节点开始便利的 所以要做一个变换 那么得到的是这个呃 对列二的长度减去t3再减1 就得到从尾节点开始 前进几个节点 能够达到首个相交节点 ok 这是我们这个呃 主要的这个逻辑代码 大家看一下这个入口处代码 入口处代码呢 我们先构造两个这个对列 首先是对列一和对列二 大家看 构造的就是这两个对列 对列一有十个节点 对列二呢 一开始只有三个节点 012三个节点 然后呢 我把对列二的这个尾节点呢 就是这个tail呢 tail对应的就是这个 大家看 tail对应的就是这个节点二 把它的next指向这个no 这个no呢 我是对应的就是节点五 这样的话两个 这样的话我们就构造了这样一个如图所示的一个这个呃 有重合部分的这个两个大项列表 ok 有了这两个重合部分的大项列表之后 我们再拥有一个这个list intersect checker 然后把这两个链表的手指针放进去 最后我们再通过调用这个get first intersect node 得到这个首次相交节点 我们运行起来看一下结果 运行起来看一下结果 表示起来看一下结果 ok 我们到的是第一个对列 这个可以先出来 ok 我们得到第一个对列 然后得到第二个对列 紧接着我们把这两个对列形成橡胶部分 做完了这一步之后 两个对列就形成了这个我们图中所示的一样 大家看 做完这里之后 我们这个对列 两个对列就形成了这种情况 有了这种情况之后 我们再把我们这个intercept checker给拥出来 拥出来再调用它相应的这个我们刚才所描述的算法去查找它首次相交节点 首先我们看它是不是这个有相交的 大家看 is true list intersect过来了 就表明当时两个这个对列是有重合部分的 紧接着把对列二进行转置 翻转 大家看这里面翻转了之后 走完了这一步之后 我们进入到了这种情况 就进入到了这种情况 进入到这种情况之后 然后我们就得到这个lain after length ok 把它出来 就得到这个lain after reverse 这个值是9 大家看 我们算一下 从这里面是123456789 ok我们找到的是对的 我们就找到了t3找到了t1加1再加t3这个值是9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按照这个公式 刚才我们推导的公式呢 计算t3 大家看t3是3 正好跟我们这次对应了123 因为t3描述的正好是这个对列二中进入首次相交节点之前的那个节点数 那么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用secondlesslain-t3-t1 因为现在这个头呢 因为我们已经刀转过了 我们现在便利对列二的时候便利对列二的头在这里面 那么所以这个要前进的这个步数呢 需要重新计算一下 我们计算出的这个step是呢 大家算看一下是几 大家看是4 因为t3是3 所以4的话就从这里开始走四步 一 二 三 四 正好走到几点五 走到几点五 OK 我们看一下 走四步 OK就得到了这个首次相交节点把它打出来 大家看 第一次相交节点是五 那么从我们的图中来看呢 这个算法应该是正确的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大家拿到代码之后 可以跟着这个我们的视频 然后再去分析和调试一下 以便加深理解 谢谢大家来到空间的视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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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